可以看现在从哈利波特还有这种写法 从13世纪开始 电金术时都相信大自然源头有魔法石 你们读哈利波特的通通都读过魔法石 什么是魔法石 他说有一个东西是在自然界源头会存在的一种存值 他你跟任何东西碰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把碰到的东西变成完美的状态 不完美的东西会变成完美 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梦想 到今天越来越没有科学家相信这件事情 我相信化学家相信这种事情 大概是几乎是零 因为责任之时 因为philosophers don't 魔法石其实英文翻译就是philosophers don't 就是责任之时 充其量只是信念 不能实践的信念在今天都不是科学 没有说你的信念不对 可是它不属于科学 所以科学真的那么严谨吗 科学很真实吗 我们刚才问 人类在肉体与精神的需求之间 挣扎 夹缠不清的时候 炼金术就会找到了它混淆视听的温床 所以你现在有一些上课不满意的时候 你把频道打开到 看看宝杰哥在做什么的话 你可能就突然之间觉得 哎呦 这些东西比老师上课还有趣 宝杰哥听你了 你就转到新闻 什么 我忘了那个节目叫什么 面对面吗 不是吧 OK 我没有说这些东西绝对怎么样 我只是让你知道这种事情在每一个世代里头 你只要不分辨 它都会出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